塘亚首都奈洛比最近金船疑似有豆渣楼倒塌的意外 是一栋七層楼高的公寓 在二十号的时候突然坍塌 因此这个画面看起来可谓是触目惊心 当地的媒体报道说这栋建筑屋其实早就被官方列为围楼 但是却被产权所有人拒之不理 是一直到昨天上午出现军烈还有怪声之后 住户才慌忙撤离 结果没有想到没过多久 大牢就整栋倒塌 在短短几秒钟移为平地 到目前为止还有多人遭到活埋 生死未博